诶 读书系兄弟 现地满球衣诶 真的也太有看了吧 他们的网站也做得太阳心了吧 他好像是人家说的 也也是广告诶 怪吗 可是你看他这一体 读书系兄弟 季节现地 这次满球衣 诶 全面张折诶 就像这样滑芽滑 看到底没有其他页面可以点 先前有诈骗集团歪脑筋 动到职棒上 主打动漫联名手套 还贴上官方旧照来吸引球迷上钩 日文全换成中文 连价格也低得惊人 像这种一页式诈骗广告 通常收到商品后 没错 这时候才发现被骗了根本来不及 因为卖家不是神隐 就是已读不回 台中市行大统计 类似案件层出不穷 甚至还有攀升的趋势 今年度所发生的 网络的一个诈骗的一个 键数为121键 那去年同期是132键 我们键数是有减少 但是金额却有增加 接下来就要迎来双11 不止消费者卡都准备好了 要来大采购 诈骗集团也摩拳擦掌 要来设计更多陷阱 就怕又有民众不知不觉被骗 整理出这几点 让消费者可以多提高警觉 它的售价明显低于市场的一个行情 而且会用现实抢购的方法来 鼓吹民众尽快来做下单 第二 网页的资讯可能很简陋或粗糙 而且甚至还会有夹带 简体制 民众风抢购 精打细算 还是多比价 多观察 不要为了贪小便宜 因小失大 什么都没买到 荷包却短短几分钟内 就被人掏空 TVBS新闻李承佑吴亚台中采访报导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TVBS 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小铃铛